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特别介绍这首歌吗 因为有一天啊 我在翻米亚的歌词本的时候啊 就翻翻翻 突然翻某一页 我觉得 因为通常她的歌词本里面 几乎都是她的照片 可是背景封面呢 这一页很特别 它是一个穿着古装的照片 哇我就觉得 很好奇 然后后来我就上到米亚的官方网站上去看 原来她这首歌呢 是写给她的一个朋友 然后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故事 接下来请米亚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这首歌《彼岸花》嘛 我创作是因为我一个女生的朋友 好朋友 她男朋友因为心肌梗塞离开了人世 我就觉得说 他们这么相爱 可是却天人勇格 那当下那女生很悲伤 可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她 然后我就跟她讲说 我要写一首歌送给你 然后来纪念你们这段感情 然后《彼岸花》 这朵花 它原本就是花跟叶子 彼此相爱 可是永远不能相见 就是生生世世都会错过这样 我就觉得 我的好朋友 跟她的男朋友 就很像是彼岸花的花跟叶子 虽然相爱 可是永远不能相见 但是彼岸花 它又盛开在黄泉路上 在人往生以后 你只要经过彼岸花海 闻到彼岸花的花香的时候 就会想起你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事 跟最珍惜的人 所以我就跟那个女生说 虽然我们共同的朋友 她的男朋友 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是她在经过彼岸花海 闻到彼岸花香的时候 想起的一定会是跟这个女生 在一起的那一段经历 和这个女生 对 其实讲完之后 我觉得就是有点感动 因为我觉得就是她的背后啊 有这么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 而且是一个爱情故事 就是两个人很伤害 但是却已经不能够在一起了 所以你就借由这首歌来纪念 这位好朋友 以及送给你的女性朋友 对 那听完 她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 她听完就哭啊 真的哦 我从我就是唱好demo 就放在手机里面给她听 那个时候她就已经 因为你知道 一边听她就会 一边一定会想起 她们在一起的那些过往 对 所以 那她现在有慢慢走出了 有 现在好多了 因为事情过去也蛮久的了 她现在跟几个朋友 一起开了一间小小咖啡厅 对 好多了 所以其实透过歌曲当中 大家也可以感受到 Mia对于朋友的这个 安慰啊 还有照顾 而且一开始我以为 这首歌是 看名字的时候 我以为她会是首台语歌 花系列 无言花之类的 对之类的 因为我想说 通常用花啊 很多人 彼岸花 因为很少人会去 偷游这比较陌生的花名 然后来写中文 就是国语的歌词 可是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 一心脑一味 是在唱他歌 我真的这故事很感人 谢谢 那怎么当初会想要用 就是古装的方式 来就是呈现这首歌 因为MV里的那首 那个故事 它也是真实的故事 是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 也是两个人相爱 可是最后 却不能相守的那个故事 所以我们就借由 那真实的历史故事 来把它来完成这样一个MV 嗯 就是融合了古今现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古时候跟现代的 一样的爱情故事 对